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0月16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点评节目 上场讲到了陈明尔在天津 陈明尔虽然是习近平的一个嫡系 但是他毕竟和李强、黄昏明、丁宣祥、王小洪他们还有所不同 我观察看啊 他这个人好像还是比较有的正义的、政治的一面 比较公道的一面 怎么看出来的 以前李克强还没死的时候 那时候人大只要开完会 都有一个国务院总理报告 报告 国务院总理那个报告 都要搞一个会议 讨论讨论 你看那个习近平那些铁杆们 在讨论总理报告的时候 非常麻烦 从来不提李克强 不信你往回翻一翻啊 只有谁呢 陈明尔 你要如果是我这节目老粉 你往回翻看看吧 因为我做的节目已经六年多六七年了啊 经历过了很多的重要事件 你们看一看 包括现在大家讲的 第一个发现习近平做了两个水杯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在 新闻中述里第一时间讲的 吹牛没有用白仔黑色 他都有放两档兵变 新钻正变 只有我们在这讲 每天都在正式啊 你看天井 我是讲什么意思啊 由于习近平以快 这陈明尔对我不够忠诚 我虽然给他整了一个贵州社会书籍 把他提拔上来了 但是没给他要指 没按照原先他想象 他成为接班人 对吧 以后能不能成接班人 不一定 就看形势怎么变 那么李强在上次三中全会结束以后 马上去看陈明尔 商量就是他大哥死了以后 咱们怎么办 因为那时候西平还躺着呢 能不能抢救过来 不一定 脑血酸就这样啊 有的时候你成植物银了 人家的讨论没有用 咱们这都有 熟悉的人 患有这个疾病 这先不去讲的 我要告诉你们 陈明尔今天在天津相当大的动作 为了抓经济 这等折射出 他冷然有一种政治野心 他想上 懂不懂 你看24年天津 五大道金融论坛举完 这是个经济方面的 对吧 你现在你就得搞这东西了 带动经济 是吧 你看第二个 26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 24号开幕 也在天津 你看还有 24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 15号到18号的天津召开 你看多少会 而且这些会议和其他省市不一样 这都非常大动作的会议 还有一个 第36届华北摄影艺术展览 在天津开幕 你看看这个摄影展是讲的啥事 你们不要以为摄影家协会 也是半个官方机构 而是搞摄影这些人 那都是交往的朋友很多 因为他拍影片都是排那些领导干 都有背景 所以今天你就看这一个活动吧 你就承敏而所思所想 展览会由天津文联举办 北京摄影家协会 河北摄影家协会 山西省摄影家协会 内蒙摄影家协会 天津摄影家协会 共展出华人摄影人 也就是摄影专家吧 拍照片 这些人我还熟悉 一般都抱着电台的 电视台的 二百多人 二百多个优秀作品 我问你 他为什么毕业地上 他不请 请山西的 河北的 这不全是 胡春花老曹的 内蒙的 天津的 对不对 那当然他用了一个词 叫什么 华北摄影展 这都精心策划的 就像山上 谈到那个 东北三省 加战内蒙 对不对 为什么搞这个名堂 那不都是为了秀忠诚 这也是一样 这就是什么呢 陈敏尔意识到 现在他想扶摇上神 必须得哄什么 你光哄习近平不行 你还得争取 政治老人们的支持 习近平为什么搞大援桌 不得不把李律环 整身边 文家博德身边 他也不愿意 因为会与压力 因为他干了十年 一塌糊涂 遭到政敌的围攻 发生可撑 再搞下去 就是打仗了 一打起仗 就他这个样子都跑 我跟你讲 他打不了仗 连个病毒都治理不了的 一个昏军 能打败美国 你这是胡扯啊 对不对 你别看每天 张啊吾招的 那都大忽悠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走这路 要打仗 中国的军队 将一泄签 成不了四十一天 连萨达姆军队都赶不上 我告诉你 所以这个陈敏尔 还是挺有头脑的 是吧 这都他精心策划 他手下的人 他得想办自己上啊 上你的什么 你得有资本 你的理顺关系 上层的排除 上层的阻力 阻力是什么 中南海南院 北院 政治老人 挖着 架上新贵 对不对 当然西下去 还有后宫都起座了他 所以他需要摄影 通过摄影的通道 最能骗人 因为不会想到摄影家 也参与政治 怎么不参与政治 哪个搞摄影那些人 能带大的很呢 我就跟你讲 对你家协会的主席 副主席 都是走南闯北 上条下窜 左宫外连的 对不对 请客送礼 拉过去走后门 很复杂 我就告诉你 所以呢 你看他搞这个会 是这个大窜连 协调 缓和矛盾 咱们陈书记好 这个人 你们都帮帮忙 进军中南海 李强整的去 李强不行 胡春华更不行 胡春华 上次咱们倒霉了 这拉关系 重点就是什么呢 看见河北摄影家协会 胡春华干过半截吧 两年多 对不对 山西省 吴家天下令家党 对不对 内蒙 更不用讲了 胡春华老曹 天津摄影家协会 主办 就是你拿钱 谁主办 谁拿钱呢 展展览 一共是200多幅优秀的 摄影作品 看出内斗色彩了吗 是吧 我要告诉你们 这是很大的动作 你再来看 我们这版本看出问题 你再看下个 甘肃 今天重要的政治动向 别的自闭体没有了 我跟你讲 最有看错就是海外的自闭体 甘肃省代表团到哪里去了 到山东来考察了 共产党这个宣传体系就这样 他们讲的永远是 他们希望你知道的 未必是真相 10月15号 甘肃省委书记胡长生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鹏 到山东来考察了 零五接待都乃乡 这都是山东的官员 你表面看 他们在来干嘛呢 搞这么一个活动 山东甘肃啊 宫西部协作 第六次联系后 是抓经济 你以为就是抓经济啊 来探探丰盛啊 因为什么 习近平县反腐败的历届 你就通过这个刘七番的调动 就可以看出的路线图 先是内部 把胡适华人签说了 对不对 然后进军 李克强的老策了 给李克强人就扫平了 扫平了以后人当官了 刘七番升官了 刘七番是谁 过去贵州从人市民收集 他比谁都腐败 贵州刷那么多腐败官员 他连接啊 我才不相信 他投靠了习近平 因为当时习近平在厦门 是当副市长 离开厦门的时候 习近平是乏上可乘的 没选上市长 很郁闷 走的时候就俩人的送行 一个就是何利福 一个就是这个刘七番 懂了吧 刘七番当时厦门大学 经济系的这个学生 共座谈会议这事的习近平 我告诉你们是最准确的 所以呢 你看现在刘七番在哪里 刘七番在青海 现在攻老曹子 老曹子赵的记老曹 对不对 但是最近反腐败一个动向 开始指向谁了 指向老王 隔壁老王的嫡妻 甘肃的谁 林夺 林夺那不就是 王岐山这些人了吗 对不对 西城七位书籍 对不对 过去当兵的 习近平开始挖这个 林夺的老岔的腐败了 所以这个甘肃的国外边 来探探封城 你知道吗 一翻掉山东城 正在抓于正生的人呢 是不是啊 那当然这些人 他们这么讲 基本是安全的 但是手下的人呢 他们在借着这个什么 亲戚合作这个影子 这个这个借口是吧 来了解了解 怎么样 你们这样子听说 把老鱼的人都抓光了 你看老鱼抓多少人 于正生的人 今天从机会网站 我给你们罗列了吧 连检判长都抓起来了 一点都没错 还有参与军队政变 就是运送军队的 铁路系统的官员 也抓了 你就看这个 这个竞争政变 你不要看余正生 请出来 在那做的 你看余正生的表情吧 人最能看出的表情的 是吧 人好事 人风喜事 精神爽啊 掩饰不住的笑容 对不对 人哪 出境不好啊 就跟你请到主席台来 你也是坐在那里生气 你看汪洋 这个 这个 于正生 那表情 是吧 就文家宝 给外界一种小灿烂 好像挺矛盾的 实际文家宝也没办法 我就跟你讲啊 习近平还在控制全力啊 我告诉你们 所以这次这个山东省 所谓甘肃东西部合作 他找这么一合作的借口 他们来什么 实际上还是内斗 就像习近平这次回福建 是吧 跟那些哥们弟兄走到一起 听说那谁跳楼拽死了 啊怎么整的啊 你们都挣点气啊 都往后退一退 现在呢 政治老人们都要围削咱们 我不得不给你们抛出来 我告诉你啊 谁要在 参战太多的话 我也 这个大伞也招不住你了 只要抱歉 最后一战不就假了 不能给大家撑伞了是吧 例如什么自己都被雨淋死了 就撑个撑伞 可战友侠现在 在军队的势力确实又要上升啊 必须承认 那么胡昌盛代表这个政府 代表他呢 来以来这个情况呢 今天人民日报分版啊 做了报道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小图片 啊 因为什么呢 总给你们讲啊 没有图片啊 这个实在是太郁闷了 是吧 太单调了 是吧 咱们也不编辑了 因为咱们这个没有 传世的价值 说心里话 别的感觉浪费那个时间 一分钟生命啊 下一场就是别的戏们啊 我要告诉你们 所以这一次动作很大啊 根据媒体的报道 周乃香 任正鹏分别建设了两审 经济社会发展和鲁干协作工作情况 12个鲁干协作项目现场签约 还考察了这个山东重工集团 山东能源集团 你必须承认山东经济做得比较好啊 但是抓这个余生生的人啊 抓这个赵慧志的人 抓了很多也影响经济 还有一个人物 在这里就是葛惠军 葛惠军是李强的弟兄 他们也在谈听谈听 李强能不能上来啊 到底习近平的病有多重 什么时候能死 他们肯定要协调这个东西 私下这个永远不可能报道 我就跟你讲 你别看习近平的眼线 王小红什么跟踪啊 什么监听啊 我跟你讲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 他们的办法就是见面 你这个不能避免他私下接触 是吧私下就趴儿子讲 快死了 脑血算很厉害 听说最近又反复了 要死了狗里墙不就完了吗 是吧 谁能上 什么人能上来 他们就研究这些东西 那当官每天不就研究这个吗 谁能保住自己的位置 找一个靠事 对不对 这是今天我们给你们透露的 绝对是应该是大调节的 你的媒体没有的 好 来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重庆 重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因为是 大家都知道 这个重庆啊 是袁家军 目前在主导 现在重庆非常着急 就是民营企业的事 因为民营企业 重庆破坏的最厉害 也就是波西来 在那搞的唱风打黑 波西来和习近平是一路获胜 我就跟你讲 他们对民营企业 都是会采取掠夺的方式 那么所以都是虚实妄法 那么所以说他搞那个什么 清除波网余毒 然后清除陈敏尔的 这个神正才余毒 都是内斗 根本没有解决什么 民营企业家的问题 你看最近不出台一个法律吗 民营企业家 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法律条款 那都胡扯 所以袁家军很着急 你看一张榜单 背后的重庆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态势 这都是胡说八道 瞎别人 对不对 640个黑社会 这才几天的事 包装策划 包括加拿大的 那个中文媒体 当年有一些人 是吧 厚着脸皮 上这个重庆 去捧臭脚的皮人 是吧 现在你们做 如何感想啊 你们吹什么吹 那白子黑子 写得很清楚 当时我就讲 我现在上不去 连哈勃都不讲 哈勃还不去 去拜嘛 这些熊猫的事 是吧 那才几天的事 所以有一些人 他这不长脑子 我跟你讲 到现在他也不认错 是吧 你看当时张小青 这个亚洲周刊的 大老板张小青 是吧 这个做那个 焦合板生意的 木材生意的 张小青 办的杂志 是吧 当时不再搞了一个 重庆的一个 世界媒体 华文协会 搞一个是吧 世界媒体什么会议 你看这捧手脚 多少人 连风抗网全军出动 全都这吊死在这个树上 对吧 要最后和西边 为什么给他 好在整 风抗网 是吧 那为什么 风抗网 然后大老 就都退出去了 什么原因 表现不好 保押错了 我跟你讲 是吧 包括有的人 是重庆摩世 你这不出来 现在讲一讲 为什么你古岁到年 重庆摩世的事 你还想接我 为什么我不接你 因为我不想接你 你要如果说 我起来倒台以后 你自己发表了 跟着 哎 当年呢 你吹跑那个重庆摩世 是错的 起了反作用了 我高看你 你说你也不认错了 总是倒来倒去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就这个形象 我上楼山基 我能见你 我就只能讲到 这个程度了 是不是 有一些人 你说王建民都出了事 你不给王建民说话呀 你还好意思呢 是不是 过去都是同事 你明明知道 王建民的案子 冤假算 你作为同事朋友 为什么不出来 给王建民呼吻 我就跟你讲讲吧 是不是 通过某某人 要跟我聊一聊 你以为我那么容易见的 我不想见的人 我肯定不见 我就跟你讲 不见是有理由 你好好想一讲 是不是 当然我就给你讲到这个程度了 也是为了生存 没办 是不是 你看这个重庆 我给你讲 对民营企业的破坏 从剥写来开始 这是个大动作 剥写来搞的是 重庆这个小城市的文化大人民 新年搞的是 全国性文化大人民 折腾着几年 把中国民营企业搞得是 这张奖 已经彻底完蛋了 你再怎么回复 所以严家军今天 主导的官媒 吹牛皮 一张榜单背后的重庆 民营经纪 高质量发展 你现在仅仅是有一点起色 别吹牛 在11月12号 全国工商店 发布了24年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重庆有9家 9家当中 这里边举了些例子 他举了些例子 有一些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有一些我就不知道 因为这几年也是 变化很快 其中讲到龙虎 龙虎当年 不也就很有名吗 对不对 他这里讲的数字 23年全市民营经济 实现增长值 1792.4亿元 增长5.8% 对全市经济增长 贡献率达到57.1% 所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了7565家 58524家增别增长了17.2% 36.1% 7家民营企业成功上市 新增上市企业数量排名中期目低 你必须承认中国民营企业确实有活力 或者简单讲吧 我这样讲可能有些老板不爱听 你家里养一群鸡小鸡 你撒个米对不对 鸡都来了 你拿个扫手 走走走走 都跑了 你扫手你放了鸡又回来 有利可图 民营企业家就是整个人回来 这就是什么 有的人只想着大纪元宝 他没想到危险性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民营企业不都是这样吗 大户房放在美国和加拿大 工厂放在前线放在中国 对不对 这种资本家都是营利 都是想着利 这确实 人就是这样 有利可图 打都打不走 所以公安党就利用这个心理 然后你就韭菜涨到一定程度 啪一割 是不是 然后我再骗骗你 你又回来 回来我再一割 再哄哄 再割 公安党就玩这个东西 把中国民营企业搞了些 就这种状态 我要告诉你们 重新吃个典型 我早在接受万维网主持人 储迷采访的时候 我就出了点子 那时候对习近平 还是抱有幻想 还是在帮助他 我说你要平反重庆的院甲传 就640黑社会最起码的 平反一大半 都是假的 哪是真的 你这个彭志明是真的黑社会 还是李军是黑社会 李军黑社会 李军现在就要回去了 你看前天我看一个报道 李军回到湖北石厨市 他老家是湖北的 到湖北去赞助这个退伍军人的事业 又在那里搞开发 我旁边坐站的都是势力领导 是吧 这兄弟又回去和共产党勾兑了 是吧 是吧 你这吃一百个豆子 你不是豆腥味 是不是 这就表现了中国民营企业矛盾的心态 当你挨到整的时候 你就跑出来 是吧 共产党那一派就胜利了 不整了又回去了 是吧 就像鸡撒了米又回去了 是吧 所以说我跟你讲呢 要这样保证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安全尊严 就是法治 司法要鼓励 所以中国民营企业家一定要置身于什么呢 置身于民主转型 是吧 你共产党垮台以后 中国民营企业家才能有安全感 所以我告诉你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 当然了 有一些大部民营企业都是好的 说心里话 都辛勤劳动的 创造财富的 但是你就想想 你没有法治的保障 公文就是这样 是吧 像杨肥主杨肥 他就给你宰杀 宰杀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民营企业推厂论 是吧 整天鼓励的东西 连孙大午到现在也没贫款 等到经济受损的时候 回来吧 回来吧 有民营企业的占GDP多少 利润多少 安排就业多少 你看他谁的什么都明白 他又开始骗 现在又开始骗 因为经济搞不下去了 马上蹦爬了 对不对 水田将 袁家军今天这个报道 主要讲到了 重庆 这个目前 发展民营企业的情况 一半真一半假话 这里讲了好多的具体的案例 你们可以再看 充分反映了 上次的权力斗争 也反映了这些 官员们矛盾的心态 那袁家军肯定想干出点事业来 因为重庆是大户方 所以今天重庆这个动向 值得关注 我观察 就袁家军这个人综合素质 比西平强度 当国务院总理 比李强强度 关键你能不能上得来 对吧 因为他属于袁家军 不是西家军 我写过一篇文章 是吧 发过一个视频 他属于军工系 也就是如果是川普上来搞冷战 有利于这些 就是这些 这个军工系的达了 占据着好的位置 西平不得不用这些人 和美国考核 对不对 李干杰 也属于这个类型 会合红业 张国庆 这不都是这条线的 对不对 所以西平 现在可以讲 准备了两张牌 就冷战和热战 那么不论是冷战和热战 这个局势啊 重庆都非常重要 要打起仗了 重庆是打护方啊 你看很多无人机 它为什么鼓吹低空经济 那就准备打仗了 是不是 平时可以送外卖 可以搞一个物流 战时的时候 可以什么狂风乱炸 你看这次北韩和南海角力 靠什么 就靠无人机呗 那边飘垃圾 这边我飘船的 是不是啊 说无人机将来 将来在未来的战场上 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所以说 重庆给目前的举动啊 值得关注 好 谢谢 再见